哈喽大家好我是房车情报的陶子军 经历了14天的居家办公啊 今天呢我终于啊出来正常上班了 而且呢一来啊就发现有一款新车 我赶紧带你们来看一看 这款车型呢就是啊 来自于雨通的C530大玩家定制版的房车 那这款房车呢我觉得啊 特别适合一家四口人出行 而且呢像现在啊这种天气啊 正是一个这个房车露营的好时节 自己开房车出去不用住酒店 感觉安全性更高了 整个车辆的外观呢还是啊比较大的 这款车的长度呢是5米99宽度2米43 高度呢在3米199 那因为呢车辆比较高啊 所以也可以选装一个呢限高系统 那包括呢限高预警 前向碰撞预警 以及呢车道偏离预警 更加呢保证啊行驶过程中的安全性 整个车辆呢采用的是这种啊三平制的箱体 上方这个位置呢也带有一个大尺寸的遮阳袍 那像现在呢天气啊比较晒 我们需要把遮阳膨打开啊 就能呢达到一个户外的露营空间了 这款车的储物空间呢特别的丰富啊 那像在驾驶室后方这个位置呢就可以储物 当然我觉得这个位置后期可以放置袭击什么的 是不是也比较方便啊 车辆外侧呢可以啊达到一个外置厨房的区域 那这个一侧呢上方啊带有这个水电口啊 可以呢在车辆外侧的地方使用水电 同时呢这个翻版这里啊还可以啊进行置物 后方这个位置呢是一个燃气灶 内部呢可以啊存放燃气罐 当然了大家还可以选择柴油灶 这样直接和油箱就连接了 直接从油箱取油啊更加的方便一些 车辆的后方呢带有啊 到时候影像摄像头以及倒车雷达 可以保证行车的安全性 当然了在这个位置呢 还可以啊自己安装爬梯和自行车架 这款车呢带有一个非常大储物仓啊 这储物仓呢我觉得啊在旅行当中还是非常必要的 大家可以看到啊内部的空间呢是非常大的 在这个里侧呢也有储物的地方 那旁边这里啊还有一个小门 如果我们东西呢放在里侧的话 通过这个小门也是可以直接拿取的 这样的话啊整体的便利度啊就更高了 底盘呢是采用啊专业的电用工艺处理 而且车辆呢在出厂之前啊都经过了3000公里的综合路势 也就是说呢它可以啊应对更加复杂的路况 整个车辆的安全性呢也更高 驾驶室呢还是同我们常见的一颗房车是一样的 那在动力系统呢标配的是3.0T的柴油发动机 匹配呢是财富8AT的手自一体的变速箱 最大功率呢是125千瓦 最大扭矩呢是400牛米 那同时呢因为啊车辆是比较高大的 后期呢我们啊可以安装一个这个流媒体的后视镜啊 来保证我们行驶过程中的一个安全性 主副架座椅呢都可以啊选择悬浮式的座椅 这样的话呢乘坐啊会更加的舒适一些 现在这个座椅呢也是啊带有3C认证的 而且带有扶手的这种座椅 而且呢它整个的这个头枕和座椅呢是这种啊一体式的设计啊 更加有这种啊运动的感觉 而且乘托性的也更好一些 驾驶室呢同后方车厢啊还是整体连通式的 那车辆内部内高呢可以啊达到2米15 大高个呢都可以啊自由通行了 那在驾驶室上方这个位置呢还是额头床的区域 那这里呢带有一个比较大尺寸电视啊 我们可以呢直接坐在后方的沙发座椅上进行观看 那如果需要休息的话呢 车辆内部最大的一张床就位于驾驶室的上方 整张床的尺寸呢可以啊达到1米4乘2米2 这个位置呢睡下两个人绝对是非常宽敞的 而且呢上方一左右两侧呢都带有啊这种通风采光装 可以呢随时啊保证上方的通透性 以及它的采光性也会非常的好 这款车呢它是一个核载五人的车型 在我旁边这一侧呢它放置的是一个衣柜 那在另外一侧呢采用的是这种L型沙发的设计 当然呢如果呢说呢车型人数比较多的话呢 其实还可以选择六座的 就是把这个衣柜取消了 这边呢还能放置一个座椅 具体怎么布置呢还是啊看大家的需求了 那上方这个位置呢可以啊挂置一些大衣 那也就是说呢可以避免衣物的褶皱 我觉得对于啊行李比较多的人来说呢 有这么一个柜子还是挺便利的 下方同样呢也是这种啊储物的空间 以上车里啊给你设置了一个这种啊放置物品的小槽 我们可以呢把这个手机啊放在里面 L型沙发座椅呢整体啊乘托性也是非常不错的啊 它的舒适度也比较高 同时呢它也是这种啊3C认证座椅 而且带有扶手 那我们现在行车过程中呢 像我这个位置还有旁边的这个位置 以及呢这一侧的位置啊都是可以乘坐的 因为都带有安全带 那中间这里呢它其实是一个空的地方啊 我们如果要坐人的话 可以直接把这个啊拿起来就行了 前方这个小桌板呢它是可以啊进行升降的 那如果呢我们想变成一张简易的床铺的话呢 可以啊把它直接降下来 这个位置呢就可以变成一张1米5成1米的小型儿童床了 在一进门呢相当于这个门厅的位置啊 一上车呢这边有挂衣钩 可以呢直接把一些比较大的衣物挂置在这些上面 那我旁边的这个地方呢它就是啊车辆内部的一个电瓶的显示的开关 以及呢一个逆变器的开关 那这款车呢它的电流系统啊也是配备比较大 配备的是一个820的宇通专用的锂电池 当然了还可以呢选择670瓦的如果新能源太阳能板 那如果新能源太阳能板呢 单进归足功率发电啊更有保障 同时呢在车点上方都预留有啊太阳能板的安装接口 这款车呢还带有一台啊驻车的顶直空调 当然了我们也可以啊自己选择变频的空调 这个根据自己后期的需求就可以了 车辆内部的厨房区上方呢带有一个98瓦电磁炉 那这个水盆呢它还带有一个直引水的接口啊 整个车辆内部呢带有啊直引水箱 它的操作呢也比较方便 同时呢也易于清洗 那车辆内部呢它配备啊有两个水箱 一个是90升的净水箱 一个呢是130升的净水箱 总共呢有220升的净水啊供我们使用 不长时间洗澡的话用个两到三天的净水 车辆内部是可以保证的 那这一侧呢还放置有啊这个调料瓶的置物架 可以在这呢放置一些调料罐 上方还带有一台微波炉可以制作减餐 那下方呢全部啊都是这种啊储物的空间 我们可以呢自己啊放置一些碗框餐具 这边呢已经放置了这种啊分制格 那这款车呢现在已经选配了一个152升的双开门的英德尔冰箱 那上方呢是76升下方呢也是啊76升 冷藏冷冻呢可以啊自己根据需求进行调节 那车型标配的呢是一台啊85升的冰箱 现在呢我就进入车辆卫生间的地方了 卫生间的整体啊位于车尾 那整个卫生间内呢它配置是比较齐全的 那带有呢这种啊独立的淋浴喷头 旁边呢还是这种带有LED灯光的化妆镜 配备一台啊合适马桶 我要是上厕所的话腿也是可以啊完全放开的 顶部呢还带有啊换机扇呢 这里呢还有挂衣杆 打开换机扇再把挂衣杆打开以后呢 这个还能快速的吹干衣物 那同时呢内部啊还带有暖风的出风口 这车暖风系统呢也是它的一大亮点了 它总共呢配备10千瓦的独立燃油加热器 那这个燃油加热器呢在海拔3500米的地方呢 也是啊可以正常使用的 这个燃油加热器呢可以啊保证热水暖风同时使用 当然了热水暖风分开使用啊也是完全没有问题的 所以说呢对于啊经常外出旅行的话呢 有这么一个10千瓦的燃油加热器 而且还是高原版的也是很有必要的 整车的管路系统呢都带有啊同质的金属接头 可以呢有效的避免呢因为温度过低 接头啊动裂的这个痛点了 后床啊它整个长度是1米9宽度呢是1米13 如果是一个成年人带一个小孩睡的话呢 啊也还是可以满足的 那后方这里呢坐的一个床头墙 那同时呢两侧都有这种阅读灯 以及呢给手机充电的这个充电接口 那整个后方这个位置呢都带有啊这种置物带啊 可以随时呢放置一些物品 那我们可以看到啊像这个会客区 以及后方的床破区呢都带有啊 这种大尺寸的置物柜子 有分隔的或者不分隔的 这个可以啊给你自己的需求来进行一下选择 那同时呢这个柜子也都是做了造型的啊 下方都带有啊这种黑色的试条 和整个车辆内部这种啊轻奢的氛围啊 也是比较统一的 那床头这个位置呢还带有一个总控开关 我们直接按一下呢整个车辆内部啊 就可以全部断电了 这样在我们晚上睡觉的时候啊会非常的方便 这款车型呢也是一个主打亲民款的车型了 那整个车辆的标配的是39.8万元 但是我们今天拍摄的实车呢 存在着一些啊选配件 所以说呢具体的价格呢 还是啊以厂家公布为准 好了本期啊节目就到这里 那大家对于这款呢 羽通C530大玩家定制版车型呢 有什么评论 可以呢在下方与我们互动留言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吧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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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